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Mc 52.8 灯实价格是5590元 现在就特价5285元 但是图图搞错了 应该50mm是小支那支 如果105那么小支 又违反了焦点理论 那所以呢 另外长的支应该是 Z-mount的 Mc 105mm F2.8 VR-S VR就是说这支镜本身 还带有防震 所以配合一部8级防震的机身的话 基本上呢 我想猫王拍照呢 都是不会震的了 那其实这支105呢 价格呢 应该是8,590元的 那现在特价下来 哇 真是相当抵 7,500元都不用了 那其实每一个品牌呢 都有它们出名的白眉的 就是我们以前在Canon 红圈白眉真的用了很多年 都是在说微距镜有一大特点呢 就是非常之高解像力 放大率呢 亦都是以前说的 以前的标准 1比1的 那已经是相当厉害了 那现在这两支又是什么料呢 那其实 最后都要赞一下 Nikon的市场部 真的越来越聪明 懂得呢 这样搞新闻 又骗我们出多一条片来说它了 原本都没有想着 买微距镜的 我看得明白了 就是买多支 玩多些 是本身就sell一支 所以它放两支 就买多一支 就玩多一支 所以那个价钱是混在一起计的 现在它很聪明的了 其实买多支玩多一点 是一定的嘛 不过你买多支 给多支 钱 给多一点 它不是买多支便宜一点 没有这个东西 它第三句是给多一点就cut了 是啊 就是我们RTRA Lab都可以学一下的 大家可以买一支 50mm f1.1的 ZMine也可以 Mine也可以 Mine也可以 同一时间 你可以买多支 玩多一点 买一支60mm尾 这支60mm f2.8 是有两倍的 放大率的 而且MTF Cloud 是非常漂亮的一支镜头 当然它没有自动对焦 如果要自动对焦 我们看回去 买多支 玩多一点 大家没有冲突的 我们不是竞争对手 我们都想是Nikon的竞争对手 但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你买多支 又可以玩多一点 所以不用竞争 我说一件事给大家告诉大家 如果你买ZMine的话 配合Nikon的机身防征 都是有八级的 先说一下 这支60mm Ultra Lab的微距镜头 都是2.8大光圈 而它的价格原本是$2500港币 根据买多支玩多一点的理论 我们这次做的独家优惠 是减到$1580港币 就有成交了 所以大家快点去Pastikphoto.hk买 至于Nikon的优惠 就要去Nikon的e store买 哪位同事这么搞鬼 鬼马了 就特意搞错一些东西 来骗我们帮忙做宣传 改变咯 其实这支真的棒 这支105是棒的 大师有没有用白眉的东西 你是Sony那些吗 基本用家吧 基本上我三个品牌 Sony、Nikon Canon都用过的 现在用第四支Sigma 最大分别是什么呢 亲生仔Sigma和Sony的比较 Sony那支是旧的 现在就用Sigma代替 Kenton那支那支 新那支就不要提罪 因为又炒又没有货 是用一支旧镜 但是很漂亮的 但是去到Nikon 就超级SARP 对焦很快 不明为什么微距都会对焦快 当然拍了限制 拍了限制不是1比1 都会很快 那已经超越了幻想了 以前的白眉 尤其是单反年代 对焦真的相当痛苦 有AF一定关掉了 基本上是聚不了焦 但是现在真的不是开玩笑 如果105呢 这支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是在Studio做事 或者你真的在商业上要用 就没有那么容易有些影子在上面 就是容易点下灯的 相反呢 50mm呢 就很容易 因为你近了 你很容易被自己的影子 就刮到那个object 但是又这么说 在一般平常的用法里面 50mm就相当方便了 尤其譬如你出去餐厅 这支镜子就非常吸引了 那大家觉得 买微距镜是否一个必须呢 通常 你们会第几支镜 考虑买微距镜呢 我很快就买这些 50mm的微距镜了 因为 其实就是Foodie需要的相机 但是呢 就是在不同焦距的微距 有一个位置 我有一个很重点的拗能 要跟大家分析的 就是刚才所说到说Foodie 那其实是纯粹 为了要够近去拍那件产品 是在焦 就是拍得够近的而已 那但是呢 就是你会见到 就是右边的G10 就是除了它 是做得Telly这些的位置 就是将你的避泄物和你的相机 可以拉近距离 就像加侯那个 想要四顶要落灯 那样多些空间之外呢 其实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说 它做了很多光场的矫正 的原因就是说 如果你是做一些 翻拍的行为 翻拍的行径的话呢 其实它是做了很多的光学改善 来令到它不变形 而左边的相对来说 比较轻巧 比较小镜片的 我不是说它的光学质素不好 但是它没有角度的场上的差异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拍一本书的话呢 你会发觉那些字 可能大直了 那些中间的字是小一点的 那现在讲的呢 就相当technical 那也是商业摄影呢 基本上呢 一人一支 八眉呢 就是必须的 那但是 对于一帮窮L 尤其是刚刚毕业的朋友来说 这个微距的八眉呢 一样呢 是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的 因为呢 它最大的缺点呢 只不过是太锐利的而已 但是 作为一支长焦镜 有2.8光圈呢 就不失为一支 挺好的人像镜喔 你可以省少少呢 就省了一支 85mm的人像镜头 也可以省了一支 135mm的镜头 就用这支顶着先 靠后期或者靠那个 去缺乏那个画面 那其实是一个挺不错的决定 来的 我说一下我们这些 小摄影师的 买镜头的经历 那第一时间 当然是买24.105 因为基本上 什么都拍到了 那接着 总之105去拍 拍一些食物啦 拍一些照片啦 因为有些 有时候有些报道啦 或者一些访问 有些旧照要帮人拍 出报道啦 那这基本上都是24.05 一发现两个问题 就是朱莉所说的啦 它的变形啦 就是中间 中间就凸出来 四边角就软了 黑角多了 蒙了 那之后就发现 应该要一支105 才可以拍一些 Fact Copy那件事啦 和四边角不会那么黑啦 那这个就是 后期的镜头 会做得更好的地方 现在数码镜头都搞定了 接着影一下发现 到一些高少少的要求 就发现 其实用50这个焦距 拍一些food shot啦 或者一些 可能小件 这些玩具之类的东西啦 就挺好效果的 那就需要一支50mm啦 就发现 原装的标准镜啦 喂 可以翻拍到OK啦 够近啊 但都是那个问题的 画面四边角 focus不到啊 还有画面的感觉上 是软了 和黑角 这都是完全 有了这些问题的 但是现代的 Marco镜 就完全没有了问题 所以这两支 是我的经历来说 是必备的了 那根据摆多支 玩多一些的 逻辑来说呢 我们去回Archalab的 60mm那里 看一看 MTF curve 那大家就会很清楚 我们在说些什么的了 那它的四边角变形呢 就控制得相当理想的 绝对呢 就够做fact copy的了 又没有50那么弱 又没有105那么弱 又没有105那么弱 中间落物 那就是 如果要买 当然是三支都买回家了 到底是一样东西 买多支 就玩多些 我们现在 Nikon那些 广告语真的越来越正 你玩摄影你玩什么 我玩摄影 Nikon玩我 这个答案 零分重作 是的 我玩摄影 Joy 你玩什么 我玩Nikon 错 都错 你真的 你真的没有跟得到 大师 Joy 你玩摄影你玩什么 我玩Archalab的 是啊 因为这里不是官方的Nikon频道 真的不好意思 我玩摄影 我玩Archalab 喂 突然间 Joy 那个Black Mist 令到我突然间 我又 其实是high 但是变成了一个学习经验来的 就是之前 就是做Production的时候 那没有人像镜 那就得知120 Marko Medium Format 那 就没有人像镜 那刚好知道120 Marko 就是大致上 好像是人像的效果 但是发觉 如果你要 很多时候 大光圈 那是浅景深 后面没有出很多波波的 用Marko 鏡 由于它和它的背景分离的程度 是很大的话 其实 那个浅景深效果 是更加油化 和你要那些波波 由于Marko 鏡本身打磨技术 是特别高的时候 很早已经是没有洋葱圈 而且是完整的 一个完整的圆柄型 中间是没有 Degregation 所以呢 如果你要省钱 买人像镜 又想有质素高的话 就是一支Marko鏡 加一个Black Mist 都不是一个差的方法 最后了 真是 看回这幅图 一是错的 大家要小心留意 105个支 你要预算7,445元 那我们三位都觉得 以今天的价钱来说 相当值得了 因为以前 要买一支白眉 都是一万多元的东西 所以 现在这个价钱 有这样的享受 还有VR 防震 防震 防震机身 加防震镜头 Canon那边 加上都没有8级 现在Nikon这里 超过10级 不可以这么说 超过8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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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玩摄影 不用一定玩Z63 不过镜头一定要玩一下 除了这两支 记住 买多一支 玩多些 玩摄影 我玩HATLAP 和Nikon 哎 先包底 是 贵 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